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 这样 本公主这里还有一个提议 如果再不行的话 两位今日便留在这里 让你们的宗门来数人吧 什么时候凑够了元经 我什么时候放你们离开 杨公主请说 尽管知道杨海这主意肯定不是什么好主意 但总比他直接来硬得强 听一听也没什么关系 你等先凑十亿元经出来 剩下的十五亿分批支付吧 杨开挥手道 分批支付 丽教与迷奇一听 对视一眼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知该如何分批支付 杨开道 两位的宗门家大业大 每年也有不少进行 往后每年这些镜像 分一部分交给我灵霄宫 什么时候将剩下的欠款还清了 什么时候算完 两位觉得这个提议如何 迷奇大喜道 杨公主这提议不错 就分批支付 丽教也点头道 杨公主果然宗慧啊 这点子也能想得出来 你们也觉得好 杨开微微一笑 既然觉得好 那就这么着吧 不过这细节 确实要仔细商讨一下 是极是极 迷奇不住的汉手 杨开道 两位的宗门 每年进行 我算你们五千万上品元经 这点没错吧 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迷奇与立脚都点头 这样的数字 对那些中小宗门来说 简直堪称恐怖 要知道 之前在刘颖城中 参加拍卖会的时候 那些帝尊静们 将各自宗门 多年的积累掏空了 才凑齐一两千万的 上品元经而已 可放在黎龙宫 与弥天宗这里 一年的收益就有五千万了 两相对比之下 相差巨大 我也不要你们五千万 只需要你们每年 交给我灵霄宫四千万 杨开望着两人问道 迷奇与立脚面皮一抽 每年四千万的话 那就是说 只有一千万 留给自己的宗门 这数字大大缩水 往后两大宗门的日子 怕是不好过了 不过说是要还债的话 也不得不如此 颓然汉手纷纷同意 交过五十年 咱们就两清了 杨开肃然道 迷奇与立脚一听 都皱了下眉头 前者道 郁阳公主 这年数不太对呀 立脚也道 是啊 杨公主 你算错了吧 我与民修各有二十五亿的赌注 先凑十亿给你 还剩下十五亿 每年交给你四千万的话 怎么算也不需要五十年啊 人要是按杨开所说 那算下来两大宗门 各自给凌霄公的总数 可就有三十亿上品元金了 比赌注足足多了五亿 杨开冷笑一声 哼 两位不算利息吗 利利息 迷奇与立脚目瞪口呆 什么利息要这么多呀 五亿上品元金 那可是每个宗门十年的总收益呀 直到此刻 两人才明白杨开的险恶用心 什么分批支付 本以为他良心发现 谁知道 还是挖了个大坑 诱着自己跳了下来 两个法子 你们自己选 杨开不耐地望着他们 要么在一个月之内 凑齐二十五亿的元金物资 送到我凌霄公来 要么就先凑十亿 偿还五十年 杨公主 再跟我讨价还价 你们当本公主 真灭不掉你们两大宗门 杨开神色一立 迷奇与立脚当即晋升 神色惊恐 他们也看出来 杨开的耐心 差不多被磨光了 再纠缠不清的话 吃亏的还是自己 相识一眼 迷奇无奈叹息道 就分批支付吧 虽然这样要多还五亿 也会伤筋动骨 但好歹不会损了根基 若真叫他们在一个月内将二十五亿全凑出来 那绝对会让宗门元气大声 百年之内休想恢复 只是如此一来 五十年内 只怕黎龙宫与弥天宗都要为灵霄公马首是真 两大宗门的弟子在灵霄公的弟子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丽角神色黯然道 我也分批支付 好 杨开府长笑道 两位都是爽快人 既如此 那就请两位先行回去 一个月后 本公主要看到你们的十亿元经 剩下的每年再陆续收取 事不宜迟 本公主就不留两位了 请吧 米奇与丽角有气无力地抱拳 转身朝外行去 与来时的姓高采烈不投 此刻却是一脸的垂头丧气 任谁遭遇这样的事 只怕都高兴不起来 而且回去之后 该如何跟宗门的高层们说此事 也是个麻烦 一是阴明 今日尽负于此 两人心中都是悔恨交加 心中盘算着 是不是该走出这门 就不认证了 丽公主且留步 还没等两人走出大殿 姬英忽然开口 丽角闻言顿住身形 转头望向姬英 其大师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当 姬英淡淡回答 伸手一抛 一个木盒便朝丽角飞了过去 举茂学义不惊 恐有负丽公主所托 这龙雪花就还给丽公主 还请丽公主另请高明吧 龙雪花 一直安静地站在大殿中的柱情 此刻仿佛被触动了某根神经一样 脸色一变的同时 伸手朝那木盒抓了过去 庞大的犀利传来 直接将木盒吸入手中 丽角还没从姬英这番言论的打击中回过神 忽然发现自己的宝贝竟然被抢了 脸色大变几乎的 这位姑娘你作甚啊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船池又欲打头疯 这一趟过来 不但彻底得罪了基因 龙雪丹的炼制没了着落不说 如今连原材料都被人夺走了 那可是她耗费了多年心血 用自己的精血才能培养出来的灵花呀 自己实力的提升就指望着她了 丽角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落入旁人手中 不过她也不敢动粗 只是一脸悲愤地望着柱情 希望这女子能将龙雪花还给她 柱情屈指一弹 将墓盒打开 一株静静地躺在墓盒中的 燕红花朵立刻映入眼帘 迎开好奇地望去 眼前不禁一亮 只见那龙雪花晶莹剔透 宛若鲜血浇注而成 最诡异的是 这花朵竟散发着一丝丝龙漆 即便从未听过什么龙雪花 这也是头一次见到 杨开也明白 这玩意儿定是什么不得了的好东西 果然是龙雪花 柱情戴眉一皱 将墓盒重新合上 却没有还给丽脚 而是瞪眼凝视着丽脚 冷声道 这龙雪花 你从何处得来 丽脚道 姑娘 你先将这花还给我 柱情不理 也不见她有什么动作 竟忽然出现在丽脚面前 脸色从未有过的凝缩 咄咄逼人道 我再问一句 热龙雪花 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一股极为压抑的气息迎面扑来 丽脚竟感觉呼吸有些不畅 浑身血液似乎都凝固起来 忍不住往后退了两步 脸色发白的 无意中得知 你问这个做什么 她也莫名其妙的 这一株龙雪花 确实是她无意中得到的东西 虽说珍贵 可为什么会让这女子如此激动 更让她骇然万分的是 自己一个帝尊三层镜 在面对这女子的时候 竟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 那种来自骨子里的巨翼 让她手脚冰凉 浑身发冷 这怎么可能 她已是帝尊三层镜 但凭气势 就能将她彻底压制的 唯有大地 可是这女子怎么看 也不像是大地呀 她似乎动了怒气 说话间一声高亢的龙吟 忽然响彻云霄 一只巨大的龙头虚影 骤然浮现在她的头顶上方 那两只满是威严的龙精 俯瞰着立脚 一瞬间 立脚浑身的气力 都仿佛被抽干了 竟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瞪大了双眸 额头上的冷汗 如扑而下 失声道 狼走 什么 米奇也是吓了一跳 脚步一挫 一下子拉开了 与祝情的距离 脸色刷得变得雪白 正正地瞧着祝情头顶上方的 龙头虚影 米奇忍不住 吞了口口水 怪不得 怪不得这女子看似娇小 却有那么恐怖的力量 怪不得立脚一个帝尊三层镜 在她面前竟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这女子竟然是龙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龙族 龙族可是万灵之长 圣灵之手 一个成年的龙族 一拳打飞自己 自然不是什么男士 而力脚更惨 因为体内有一丝龙族血脉 如今被这龙女的血脉之力 全方面的压制了 一身力量恐怕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 这就是龙血血脉压制的恐怖 怎么会有龙族在这里 而且看阳开之前 对这龙女的态度 两人的关系似乎还有些不一般 难道这灵骄宫的背后 竟有龙倒的影子 迷奇之前还在想 要不要出了这门就不认账 可是现在哪还敢有这个心思 牵扯到龙族 给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赖账啊 另一边 端坐在椅子上的基因 也是惊呆了 他身为妙丹大帝的五弟子 虽说见识渊博 可也没见过真正的龙族 没想到在这灵骁宫 居然有幸目睹 回想起之前阳开 对这龙女呼之急来 呼之急去的态度 甚至还让他端茶倒水 基因一头冷汗淋淋而下 对阳开佩服至极的同时 也是后怕不已 龙族啊 那可是一个极为高傲的种族 什么时候被人当作婢女一样使唤了 这要是脾气上来 发个彪什么的 这大殿内还有谁能活着走出去 阳开到底有何德何能 居然让一个龙女如此言听计从 难道他也是龙族 一念至此 基因望着阳开的眼神 都有些不一样了 本来阳开身为帝丹师 更在炼丹之术上打败了他 也不过让基因对他有重视 有结交之心 可是现在 基因能想到的 只有高山阳指四个字 让龙女端茶倒水 便是自己师尊 妙丹大帝清临 怕也没这个待遇吧 基因忍不住 一阵胡思乱想 说 龙雪花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 否则死 猪情冷冰冰地俯瞰着丽角 杀鸡迎人 龙雪花可是龙岛独有的产物 如今居然在外面出现了异株 虽说品质不怎么样 可确实是龙雪花无疑 难道龙岛内部有人与外界勾结 出售龙雪花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所以祝情才会这么郑重其事 冻土 冻土 我是从冻土里得到的 立脚此刻哪还敢有什么隐瞒啊 面前站着的可是一位活生生的龙女啊 那血脉传来的压制之力让他惶恐不安 对方若想杀他恐怕也就是一招的事情 不迭地将自己的秘密说了出来 居然是动土 迷奇一惊 他之前也多次打听过 想知道丽角那龙雪花到底是从何处得了 可丽角每次都是顾左右而言他 让他恨得牙痒痒 如今才知道这龙雪花居然是出自动土 那可是禁地啊 传言那鬼地方便是大地都不敢轻易深入其中 帝尊三曾经去了也有可能陨落 冻土 祝情戴梅一着已然信了几分 他并不认为丽角能在自己的压制之下说谎 不过他还是好奇 丽一声问道 动土怎么会有龙雪花 那鬼地方严寒无比 连生灵都没有一只 怎会有龙雪花的存在 丽角急声道 那里似乎有一个龙族陨落 在他的埋骨之地上 龙雪花才得以存活 祝情闻言脸色一变低呼道 龙族的埋骨之地 难道说 他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静覆树息之后说的 你最好说的是实话 否则我必杀你 句句说实 丽角不迭地回道 那地方具体在哪个位置 都有什么特征 祝情忽然传音入密 丽角一听意识到 他应该是想亲自去打探一下 毕竟那里可是有一个龙族陨落的 龙族的数量本来就少 任何一个族人都是珍贵的存在 有族人陨落在洞土之中 祝情自然是要去查探一分 好歹也要将那骸骨捡回来 送回龙墓之中 丽角也传音道 姑娘 你若是想去给族人收尸的话 大可不必了 我之前查探过 那龙族的骸骨早已化为鸡粉 不复存在 祝情打断他道 你只需告诉我位置 别的事无需你管 丽角见他执意如此 他只能将位置告诉祝情 莫了孩头 东吐凶险万分 姑娘若是在里面出了什么意外 可不关我的事啊 祝情冷笑道 哼 你都能从里面活着出来 我难道就不行 是是是 丽角一头冷汗 眼巴巴地瞧了一眼 祝情手上的木盒说道 那这龙血祸 你想死吗 那就送给姑娘了 怎么说 这本也是龙倒的东西 丽角连忙改口 心疼得几乎要滴血 这下可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本来被杨开迎去那么多元经 就已经让人心中发堵了 如今连龙血花居然也失去了 不该来不该来啊 这凌霄宫果然不该来 滚吧 祝情一挥手 仿佛敢一只苍蝇 丽角这才慌忙爬起来 有万分不舍的望了一眼木盒 这才一扭头朝外飞去 他都走了 迷奇自然不敢多留 抱拳告辞一声 急忙追赶出去 静儿 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大殿中 杨开忽然笑眯眯的冲祝情勾勒勾手 祝情嫌弃的瞧了他一眼 随手将木盒丢给了杨开 杨开结果打开一看顿时瑟瑟称奇 龙血花是天底下最奇特的灵活之一 唯有用龙族的鲜血浇触才能培育成活 这东西只有龙岛才能铲出的 基因在一旁解释道 用龙血培育 杨开文言眼前一亮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五八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 ali声 阮円 松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